好 国内疫情部分就要带您来关心 针对桃园防疫旅馆爆发的群聚感染事件 目前总计有八个人确诊 好 我们要带您来看到指标个案 疑似就是这一位案16851 那么他是在自主健康管理期期满之前确诊 也因此指挥中心紧急回溯匡列追查感染源 赫然发现他和这一名最早发辟者 也是疑似的感染源案16768 是住在同一层楼 虽然两个人的检疫期只重点两天时间 但还是造成了感染 而且其实光是这层楼有六个人确诊 除此之外在五楼以及八楼 也各有一个人染疫 如今最新的精医定序已经出炉了 当中有七个人 他们都是感染了Delta病毒株 目前推测可能的传染途径 包括有环境污染 空调传播 开门聊天以及送餐过程 电视目前员工筛检都是阴性反应 而且医生也认为 其实六个人同时开门聊天几率很低 因此指挥官陈时中研判 他认为目前环境感染的可能性比较大 好专家也认为空调传播呢 的确几率很高 恐怕也就是因为这换气线 设计很简陋 造成了气溶胶传播 消毒人员在防御旅馆门口 来来回回大清销 不止每个角落甚至隔壁巷弄 也不放过 北市中镇区防御旅馆 接线爆出两名个案确诊 外界质疑防御旅馆出现破口 那现在大家只是考虑说是不是空调的问题 那空调的清洁跟整理 那是不是有落实去做好这些工作 那就是看每一家店 是不是有按照这样子一个 SOP的规定去执行 饭店硬挺设备可能是破口 看看柬埔寨回台个案 按16859 好不容易熬过14天检疫期 回到家里竟然才发病确诊 当时CT值只有12 不止传染力极高 研判还是刚感染不久 同层楼的隔壁房客按16870 也接连确诊 初步推论发病日较早 但然而是否有直接接触 还得等病毒基因定序出来 如果确认案情将会大转弯 按16859会从境外移入 变成本土个案 台北市中镇区的检疫旅馆 爆出了有两名确诊个案 而且他们房间隔得相当的近 现在中央要查的是 是不是交叉感染 专家认为 一是隔间不密合 二是厕所排风口设计老旧 虽然防疫旅馆申请时 都有经过相关的单位查核 但硬体设备需要爬上去看 很难确认 大部分在台北的饭店 我想都是主要是 以中央空调为主 独立式个别式的是有 比较少 过去在香港韩国 都曾经有住宅群聚感染事件 北一公共卫生系教授邱红毅 更指出台湾过去 对于空气传染 没有足够的认知 对于防疫旅馆的管理 很多人着重人员 动线送餐等等软体面向 硬体方面无法确保 封锁周边社区成了最后退路 就怕再有类似的案件 防疫旅馆SOP 恐怕还得更加严谨 解脚能去留学SNG小组台报道